Hello,大家好,我是Staria的Miss Alison 相信大家都知道,因為疫情的問題 我們所有的課程已經改為以網上營識進行 而這條片,我們將會講解一下我們Staria今年暑期課程的安排 我們Staria的網上課程暫定會上到8月15日 而我們會因應政府防疫的指引去決定Staria實體課的復課日期 我們今次的網上課程的訓練模式會以參加比賽為目標 目的是想鼓勵學生在家多點練習 和希望學生在停課期間都可以有進步 不過參加比賽是選擇的 首先想說一下原定在8月16日舉行的2020 City Challenging Cup 經過內部商議之後,為顧及因為聚集而產生的風險 和想保障大家的安全和健康 這個比賽將會延期至2020年的第四季 不過為了想鼓勵各位小朋友在家都繼續努力練習 我們Staria已經為大家安排了一個網上比賽給大家參加 這個Stardream Cup Online Competition 小朋友只要滿3歲就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分開了三個組別 分別為Category A、Category B和C Category A就是開放給所有8月或之後參加我們Online course的學生 比賽的內容就會是一些藝術體出的單動作 包括舞蹈步、器械運用和身體難度 Category B就是開放給7月已經有上我們Online course的學生 而比賽的內容就是我們所教的指定套路 這個比賽的示範片段已經放在我們Staria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興趣看的話 你可以上去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你就可以看的了 最後就是Category C Category C就是開放給我們Online Advanced Class的學生 這些學生應該會有自己的自選套路去參加這個比賽 之後就會講解我們Staria Online course的時間表 首先我們想介紹一下我們8月新開的上課時段 這個班將會學習Star Dream Club的Category A的比賽動作 這個班就會是逢星期二、四上課的 小學生是12點40分至1點25分 而幼稚園學生是1點35分至2點20分 所有的示範片段都可以在我們的YouTube Channel上課 而第二班就是專門開放給在7月已經上Online course的幼稚園學生 這一班就是逢星期一至五的11點半至12點半上課 這一班就會繼續練習我們已經學習的指定套路 包括徒手操和球操 在我們的Online course學完這兩個套路之後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Star Dream Club Online Competition 或者參加APEC Club Online Competition 接下來第三班就是專門開放給7月已經上Online course的小學生 這一班就是逢星期一至五的2點30分至3點45分上課 這一班就會繼續練習我們已經學習的 同手操、沙巾舞和球操 在我們的Online course學完這三個套路之後 你就可以參加Star Dream Club Online Competition的Category B 或者參加APEC Club Online Competition 最後這一班就是專門開放給7月已經上Online advance class的小學生 這一班就是逢星期一至五的1點至2點15分上課 而這一班將會繼續練習你們已經學習的自選套路 包括逃手操、球操、聖操和棒操 練習好你自己的自選套路之後 你就可以參加Star Dream Club Online Competition的Category C 或者參加APEC Club Online Competition 如果想下載有關Star Dream Club Online Competition的資料 包括章程、比賽規則、音樂、示範片段和分子 可以按進入我們這個PowerPoint的Hyperlink去看 按進入之後 只需要按照小朋友的年齡組別 就會找到有關比賽的影片、音樂和分子 不過如果你想方便一點的話 你可以上回Star Rear Hong Kong的YouTube Channel 你就會找到我們這次比賽的示範片段 最後想講解Star Dream Club Online Competition的報名方法 你只需要按入我們這個PowerPoint的Hyperlink 然後填寫小朋友的個人資料和比賽項目就可以了 同時亦都想講解我們剛才說過的APEC Club Online Competition 那如果你是已經上逢星期一至五十一點半至十二點半的幼稚園班 或者上逢星期一至五的兩點半至三點四十五分的小學班 或者上逢星期一三五的Online Advanced Class 你都可以參加這個比賽的 另外我們亦都選了一些同學去參加Viva Dream International Online Competition 以被減少的同學將會收到個別通知 最後就在這裡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有什麼移民亦都可以個別聯絡回我們的同事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同時亦都想在這裡衷心感謝大家這幾個月來對我們Star Rear的體量和支持 在這段時間雖然要網上上課 但是見到小朋友每天努力地練習 作為教練的我都感到很恩愛 希望大家都會繼續熱烈參與我們的網上課程 祝大家身體健康抗疫成功 我們服課之後見,拜拜!